韩国警察防救队实力是真好 今年应孙女嘉宜来党困 之前管理党团和管理防救队 拿出来选手来加油 现任地政嘉宜的割刷地 水果和陈店 当时也希望韩国和各界防救队 可以得到来嘉宜困 这个警察清队是实力最强的 大概所有一军的球队职棒队 他们要当兵的那个时候 都是来这里做训练的 所以每一个都要做两年的训练在这里 所以选嘉宜这个基地是最好的 因为嘉宜就是棒球的故乡 卡弄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所以我们还会再投入更多的设备 所以我们现在旁边也有到家 也有大同的几个练习球场 再加上没有跑 所以将来这个嘉宜 连我们的那个大学 台体大的那个地方 我们会变成一个棒球场 棒球场 无论完复하지는 않지만 그래도 어느 정도 我们会变成一个比较大学 他说每年都来到嘉宜县来做一个移地训练 整个环境不能说跟韩国比 但是他觉得说在嘉宜县这边的棒球场 适合他们练习 然后甚至他们的天气 嘉宜县的天气 整个环境他们都觉得不错 韩国警察棒球队的教练说 每年都会来嘉宜来做困难 因为嘉宜的冬天比较落后 春季的气候是真好 而且真正味 这个环境是非常适合韩国的队伍 希望未来棒球队旁也有简单的球场 和选去困难市的冬天比 这就是一个家教困难所在 大洋新闻 黄培怡 蔡宏博德